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嗨购网上商城 上次课呢,我们将商品的增加页面呢,做了一个粗属化 也就是呢,我们已经将所属分类放在来下的框里面,由用户去选择 另外呢,对于商品的货号呢,我们这里也通过后台的加瓦程序呢 产生了一个不可以更改的货号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在这个界面上的填入相关的数据 然后点击发布商品 我们希望这个商品呢,能够增加到数据扣的表里 好,这个任务呢,非常的明确 那现在呢,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思路 因为表呢,我之前已经呢,建好了 只是呢,暂时没有用 那现在呢,我们就需要针对表来开始写一个实体内 然后呢,依次呢,写DL以及呢,Service 最终呢,到Action 好,我们呢,来看 这个里边呢,我们还是呢,按照之前的思路 一步一步写 这个里边的属性呢,并不多 一个呢,是组件ID 第二个呢,是商品的名称 第三个呢,是商品的货号 或者叫商品的编号 第四个呢,是类别的ID 第五个,我们看一下 有Plus1跟Plus2 这两个呢,一个是市场价 一个是销售价 接着呢,有一个库存 有一个缩略图的地址 我们这儿呢,同样跟文件商团的有关系 接着还有一个描述 好,我们看一下 123 456789 总共呢,是有九个属性 这边呢,123 456789 正好呢,对应的九个列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实体类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准备DAO的接口了 由于我最开始做的是一个增加 所以呢,我的DAO的接口呢 也比较简单 Add 那就是这个接口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写一个Mapper 我呢,透露了 直接通过呢 一个现有的Mapper文件 复制一个 接着回来呢 改一改 这边叫Add 够子 参数类型 够子 其他的呢 我们先删掉 够子 一个是ID Name 够子 Lumber 我们这儿要跟数据控器呢 对上 Gutus Lumber 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Name 第四个是Category ID 这边都是不能够 唯空的 接着是Price1 跟Price2 接着是Price1 缩略图 缩略图 描述 后边的都不要了 好,我们呢 检查一下 Add Goods Parameter Type 等于Goods InsertInto ShopGoodValues ID GoodLumber Name CategoryID Price1 Price2 Stock 缩略图 Description 描述 好 那么有了这一个Insert呢 我们就可以呢 将它注册到 配置网站里面 购置 Mapper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DL这一层呢 就完成了 接着呢 再走上一层的代码 Add 的 Goods 在实现的 这个包里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类 实现一下 刚才我们写的接口 这个里边呢 我们调用一下 Goods DL 点 Add Goods 右键 产生一下 Get Setup Surface呢 我们也没有做过多的逻辑 处理 接着回到Action Action呢 我们之前也有了一个GoodsAction 那么这一次呢 再来写一个 专门处理增加的方法 我们叫增加操作 这个里边呢 我们肯定需要从 前端呢 传来一个 Goods封装的 变量 同时呢 还有一个Goods Surface 在这个增加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Goods Surface 点 AddGoods 返回一下 我们后边呢 返回一个List 就是到一个列表页 就可以了 产生一下 Get Setup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 对于刚才我们这里的几个数据 商品名称呢 当然是从界面输入的 所属分类呢 我们等会要检查一下 我们需要通过下拉框里边 一个Option的Value值传过去 也就是呢 这个类别的ID 其他的数据呢 都是填的 文件上传这个呢 我们等会来参考一下 用户的头像上传这个功能 呃 产品描述 虽然是个多号门框 仍然呢 是通过一个普通的字段呢 传到Strat里边的 好 那我们呢 一个字段 一个字段来看 首先呢 当Goods传过来的时候呢 ID呢 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ID呢 应该是在 这来指定 我们有一个 工具类 来产生ID 好 第二个呢 就是 缩猎图 这个缩猎图呢 我们是通过文件上传的方式来获取地址的 我们找到 UserAction里边 这一段 这一段呢 我们要拿过去使用 首先呢 我们要定义好呢 这个File类型的属性名 才跟界面上的保持一致 界面上呢 我们还暂时 没有检查 来看 缩猎图 在这 我们呢 要使用这一个名字 好 其他的呢 我们使用一个 购置打点 作为前缀就可以了 比如说 购置点内幕 购置点 Category ID 这边呢 我们使用呢 CategoryID 接着呢 还有 购置点 购置Lumber 购置点Stock 购置点Plus1 购置点Plus2 以及购置点 Description 那么从页面的 文本空间的名称来看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边呢 我们就要购置Add RPR 就是增加操作 好 那么 这里的数据呢 我们现在 需要把文件的传上去 这个文件上传呢 我们之前有思路了 我们是传到了服务器的 一个目录下边 然后呢 将它的路径呢 存到数据库的表里边 所以我们这个思路 跟头像上传是一样的 那我把这一段呢 先烤过来 先得到要上传的文件目录 那么这一次呢 我叫购置Images 我们全部放在了 这样一个目录下边 后缀 我们保留为空 接着呢 如果 这个缩略图的用户 传了 那么后缀呢 我们要通过 这样一个 传来获取 好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文件名 之前我们通过 头像上传的方式来 上传头像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呢 是用户的ID 加上后缀 那缩略图呢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呢 是比较简单 我使用的是一个缩略图 实际上对于商品的图片来说呢 可以有很多 那么我这个文件名呢 我会使用一个32位的随机支付券 我们还是使用呢 工具类 get id 把这个32位的随机支付券呢 当成文件名 然后呢 从这 copy上去 copy上去完了之后呢 我们得使用 goes 来set一下 这样一个 路径 加上双眼号 加上 这一段 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后边呢 加在表里边的一个路径 文件也传上去了 路径呢 也保存到了表里边 那么这个商品呢 就可以正确的添加到了商品表里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先展示告一段落 我们产生一下get set 现在我呢 回到配置文件 来进行呢 相关的xml配置 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list 增加完了 我们到list 我们暂时呢 让它直接到页面 那么在sprint的配置文件里边呢 我们也需要增加一个索性 购置 surface 这边呢 我们还展示没有配置 我们呢 开始来配置呢 跟商品相关的 一些类 copy一下 goose mapper goose deal goose surface goose surface呢 它的实现 再回到action里边呢 配置一个goose surface 好 那么基本上呢 对于stress和sprint的配置呢 我们也完成了 那我们呢 来部署一下 回到浏览器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这边 我们前数字就可以了 选择一个文件 好 现在呢 我点击发布商品 我们看 能不能正确的加到表里边 现在呢 它转到了列表页 因为数据呢 我们没有查询 所以这个页面呢 显示没有任何的信息 那我们关键看 这个表里边 有没有多出一条记录 好 我们来检查一下 产生的ID 产生的 上品货号 产生的名字 类别ID 当然这是外件 我们刚才能解释过 然后这里是我填的数量 以及呢 图片 作为缩列图的地址呢 也放下来了 最后描述呢 它就在 这个窗口里边能够显示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文件到底上传上去没有 我们回到 他们看 goes images 没有问题 这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商品的缩列图呢 存在了服务器的某一个目录下边 我们后边呢 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嗯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 如何增加一条商品的记录 现在表里边已经产生了记录 而且呢 页面上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只是呢 我们还没有查询而已 不过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改进 在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设计了一张表呢 叫类别表 它里边有一个列 叫商品数 这个商品数呢 当我们增加类别的时候呢 它的默认值是0 那什么时候改呢 很明显 应该是我刚刚在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将它所在的商品分类 这一个记录里边的商品数 增加一个 所以呢 当我们刚才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还做的不够 我们仅仅增加了商品表的一条记录 但是没有去更新 商品列别表里边的商品数 好 那我们下一次课呢 再来说这个操作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